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不同代币的持币地址占比 我们挑选了1到10 然后的话 后面的话是一个10 20 30 40一直到100 来分享了这个不同的代币 它的一个庄的一个强弱 我这边的一个划分的 在上期视频有明确讲过 就1到10 我把它叫做大庄 大庄看前10 然后呢10到100看中庄 100之后看散户 借此来分析不同的代币 它为什么会涨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popo cat 因为它是一个大庄 但是呢它的中庄是一个适中的 所以当大庄在压盘的时候 中庄的这个抛压相对就没那么严重 再加上它的一个单地址持币金额还可以 然后呢又是猫系列当中 现在势头和热度最高的 这也就导致了 我们说这个popo cat 凭什么能够做到反弹 358%这么高的一个回报 它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除了这个单地址 这个持币地址占比 其实我在早期的时候就做过一次汇总 其实也想要去探究我们关心的几个问题 对吧 就一个代币 它的一个筹码分散的一个程度 它到底是强装还是中装还是弱装 我也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其实也说过两个表 两个分享对照一起的话 可能相对就能够对一个代币要不要买 适不适合买 有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这个我之前之前做的这个 我还做了好几好几期 比如8月24号我去统计过一个 8月15号也统计过一个 再往前首次统计的时候更多 首次统计的时候统计的代币更多 但是统计完就一些不好的代币 我其实就怕死了嘛 也不能说不好吧 就优中折优 像什么福尔凯克这些 我自己是不是很想买的 所以你看 当时这个统计 这一版的话 就是每一篮下面都有其说明 但看着呢会稍微混乱一些 所以后面我就优化成这个版本 以及把我自己比较关注的几个代币 来去做一些分享 这些我就基于这一个来给大家去讲讲 一样的啊 左边呢就是代币对吧 我选的代币呢 PP,Turbo 这个是以太坊 青蛙,PoPoCat 是猫 Mog也是猫 Sights是名文 Mozgo是狗 APO是蛙 Migos是这个base链上的猫 然后Michi,SC都是猫 Mew也是猫 奥迪名文 Sights名文 波姆,青蛙 然后呢这边这个Tosh 这个是哪个 哪个链上的 我给忘了 应该 我看一下这个网站能打开了吗 今天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你没打开 这个 这个 打不开就算了啊 我们直接在这边看也行 反正就都还可以的一些秘密代币吧 还有个people Bread OK 然后呢这边是代币 然后呢 它的一个市值 这个是8月24号的 然后呢 单地址持币数量 然后呢 单地址持币金额 首先你看 只是看单地址持币金额 你也能够发现 对吧 我们说奥迪的就比较高远高 一般单地址持币金额过高的 你看遥遥的一些对吧 比pb的还要高很多 那一般额言买就要去谨慎 一个呢 也反映出 可能就是有挺多的货位盘 第二个呢 确实也反映它的一个共识强 但是我觉得3万还是有点高 对我个人来讲 我是不愿意买的 让我们去看这个Bread会比较少 但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 因为Bread啊 这个base链上 它的这个持币地址数都非常的多 我也搞不懂啊 这个base链 不管是migo啊 migo也是base链 然后Bread也是 然后呢 包括这个toss好像也是 因为它的这个持币地址 就是会比Solana和以太坊的高很多 所以导致它的单地址持币金额就会低 所以你不能说 这11个代币 19个代币 就完全按照这个去参考 你可能要把它放到不同的生态去对比 对吧 比如说你把特殊和pb去对比 或者说把帽子和pb去对比 这样都还是可以的 OK 但我们能知道明文 至少你可以用奥迪 Rights Sights 对吧 三个代币 去比较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 这个奥迪的就远高嘛 Sights的就是比较好嘛 然后呢 Rights又过低 对吧 过低也不行 就代表可能都是散户在玩 然后呢 这边呢 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 换手例 换手例呢 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流动性的一个情况 对吧 流动性过低的 那你要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值得买 怕你卖的时候就会炸盘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TOSI 它只有2% 在我看来就是偏低 对吧 你看 所以统计这些数据的一个好处 就你非常的明显 哪怕你只看单一月 你就能知道哪个过度异常嘛 过度异常的 你要去找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你就对吧 至少你不会啊 你就待定嘛 你不要瞎买嘛 对吧 你看正常来讲 我们会发现像Sights 它一般都是在24%左右 这个呢 其实代表着它的一个流动性是比较好的 那我自己关注下来比较好的一些代币 对吧 表现比较好的 它的这个流动性都占20左右 我们看这个帽子给我也是 对不对 包括这个M1W也是 尤其是我自己在重仓的 我们社群的小伙伴也比较看好的 这个Turbo 可能我们这个频道的粉丝也关注了很久 Turbo呢 你看26% 是不是 然后这边呢 我在我们这个付费社群这边的这个内部资料当中呢 也单独有一个表 就是来统计每一 每两日的一个换手率 你看我标黄的地方 这个PEP Turbo 然后Bobcat对吧 然后呢这个Seds 然后呢这帽子狗 然后呢这个 这边有个Solana的这个M1W 然后呢 你看这个40%就过高了嘛 对吧 30% 这个BOM30% 其实就是它散户玩的比较多 它这个换手率确实很高 但换手率呢 它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啊 比如说像Turbo 你别看它这个每日的换手率 我们用市值乘换手率 就是它的一个交易量 那比如说 3亿的市值 25%的一个换手率大概是多少 对吧 七八千万 七八千万的日交易量 但是呢 这七八千万的日交易量 它并不是现货的 而是相当于换手率 它其实 它是涵盖了这个现货和合约的 合约一般也比现货多 所以说这个换手率 也作为一个部分的参考 除非你手动去 去一个一个交易所 或者说这个主要的其中心化交易所 去把这个现货的交易量统计下来 正常来讲呢 就是这个合约的可能是现货的三四倍啊 大概三个倍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不管怎么讲啊 大家都有都有这个合约 当然我们会发现 APU的这个换手率是远低于这个Turbo的 原因在于Turbo在币安有合约 大概是这个逻辑 如果刨掉的话 Turbo这个现货 这个代币现货的交易量 应该也就5% 6%左右 这个其实挺好的 因为我问过切的GPT啊 我也了解过 查询过相关的数据 正常来讲 一个代币的现货的交易量 如果是在1%到3% 就是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第1%就低了 高于3% 你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最近的这个币价 有大幅的上涨 或者大幅的一个下跌 那其实这边我们又去统计 像福文的Drog 他的一个换手位就是比较低的 师资高换手位低 其实代表的就是最近 可能就是持有的人 对他的共识还是比较强 愿意拿 或者说现在是一个被套的一个状态 不愿意卖 但新人的话 最近没看到他的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表现 所以也不愿意去买 所以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一个状态 然后剩下的一个表头呢 就是第50这个占比 所以第50占比呢 就是我在器官链楼软器去点了PB这个代币 然后呢 我去点开器官链楼软器 我找到第15名 第50名地址 看他占整个代币的个份额 对吧 比如是PB第50是占比整个0.21% 然后50市值拥有的代币数量的价值是786万美金 然后Turbo是405万美金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这个Turbo它的市值是这个APU的三倍 大家发现没有三倍 但是呢 第50的这个金额既然是一样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整个的这个APU 它的一个50名 或者说它的一个中装的 这个集中度是远高于Turbo的 相当于Turbo 你有40万刀 你就能够排到第50名 占比0.12% 但是呢 APU 你有这个40万刀 你才能排到这个50名 但是你占比是占了0.31% 但是它的市值是相差三倍啊 也就是说 当APU的市值涨到Turbo的市值 那你会发现 你想要做第50名 你得要有价值120万美金的这个价值啊 这个大家明白吧 所以这个是第50名的一个占比 和第50名的一个市值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这边给大家讲讲 我统计这个数据啊 想要得出哪些结论 那我为什么起50呢 就是50我会觉得 其实因为前一到十 它会有很多是交易所的嘛 对吧 然后呢 100以后呢 就不行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折中点吧 啊 折中点 取了一个50来看他一些情况 但是他这个可能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析 这也就是上一期视频 我会在单独去起前一到十 十到一百这样的一个来去统计 来去印证 那我个人觉得后一者的话 他可能相对更接近真相吧 前一者呢 其实我分析了很久 我发现其实也是能够做很大的一个参考 这也就是想给大家去做分享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随着这个思维去看一看 我大概会看哪些点 首先第一点 这个地址比除以市值比 地址比除以市值比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代币行不行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用户 对吧 因为用户是用钱而去买 地址比除以市值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PP的地址 比如说Turbo的地址 对吧 就是这个PP的地址除以Turbo的地址 我们能看到PP的地址是Turbo地址的几倍吗 这个大家明白吧 然后的话 我这边应该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址比 你看7倍 对吧 7倍 比如说PP的地址是27万 然后Turbo的地址 现在是这个鞋进4万 对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7倍 所以这就叫地址比 地址比 然后呢 一样的 你要比其他的 比如说PoPoCAD 它是相当于PP的地址 是PoPoCAD的4倍 对吧 然后是Mog的9倍 等等等等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PP的市值除以 不同代币的一个市值 比如说Turbo的市值 我在统计的时候是37万 37 37亿 然后呢 这边Turbo是3亿嘛 对吧 PP除以Turbo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它是12倍 OK 所以这个地址比和市值比 但它因为不一样 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叫地址比除以市值比 就相当于就是看他们的一个情况 相当于两个都是比值嘛 这边我写了一个备注叫高仪一属于超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边我把它滑到这 大家可能更有感觉来去理解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去理解 我们讲这个地址比除以市值比 相当于正常来讲啊 比如说PP的地址是Turbo的7倍 它的市值也是它的7倍啊 正常来讲就是都是1比1嘛 然后我们会发现现在是0.61 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地址PP是它的7倍 但是市值是它的一个12倍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 意味着Turbo的这个市值其实处于挖地 对不对 因为你看啊 单从地址来讲你只是我的7倍 但是你现在市值是我的12倍 那如果我以PP为这个啊 参考系是不是代表着Turbo的市值 现在处于挖地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结合我们会发现 它的一个单地址持币金额也是低 这个PP的嘛 所以我们单看单地址持币金额 也会知道这个代币 它是处于挖地还是一个增长 但这边要说明一下 不是说你持币持币地址金额 单地址持币金额越低也好啊 不是啊 过低代表着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装啊 大家都很钱啊 都很穷 过高可能代表的是一个超涨 所以要看一个代币是不是超涨 那我们看单地址持币金额 第二个呢 我用这个地址比除于市值比也能够看到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POPCAT是0.83 但这样的数据变了 那它这边肯定会有变化嘛 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下 我在24号统计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发现Mog它其实就有一定的超涨 因为是1.2大一一属于超涨嘛 然后我们这边看 你看它就是1.6万是不是 然后我们去看最超涨的 就是这个奥迪2.24 是不是啊 2.24 然后POP是18,900 所以POP和奥迪这两个代币 我大概也都不会买 OK 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能够得到的 就是说看一个代币是否超涨 本质上呢 我们看单地址持币金额就行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指标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地址比 除于市值比来去判断的 OK 第二个的话 我们会去看这个第50名占比 其实单看这个也能够发现 比如说PP尼奥成为50名占2.1% 0.21% 特勃的话50名是占0.12% 那很显然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10到100名当做这个中装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PP的这个中装呢 他会更加的集中 对吧 差不多是特勃的两倍嘛 BoboCat也是他的两倍 然后Mog是他的三倍 是不是啊 然后呢 Size你看 Size和特勃都会比较低 帽子狗也会相对比较低 这也就是可能他们每次反弹比较延 比较快的一个原因吧 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有大张大张拉盘 然后呢 他这个中装 中装的这个集中度啊 筹码分比较分散的情况下 对不对 他的抛压就会低 然后呢 一旦暴涨的时候 吸引新的用户进来 最终就把价格炒高了嘛 APO那我为什么说 他这个啊 筹码还是比较集中的 那在你看 他是0.31 他是特勃的这个 接近什么 接近三倍 对吧 这也是我们说 如果他要跑到特勃的市值 他的这个50名的一个份额 他可能金额就会达到什么 达到这个12 120亿 现在是你看 市值相差三倍 但是50名 他的价格既然是一样的 那很显然 就是这个APO啊 其实他这个 还是有大量的这种啊 这种叫什么 处于中间阶段赚钱的人吧 啊 就10到100名的人 还是有很多手上 有挺多的筹码 在获利 所以这也就是说 一旦按这个价格上涨的时候 装甲拉盘 他可能就会抛压 抛压就会把这个 APO的这个价格对吧 给他打下去 打下去叫什么 就容易插针 所以你会看他的这个币价的这个波动就会比较大 对吧 有时候很很容易击穿啊 然后呢 我们去看特波 你会发现他的扛跌属性就相对会比较强 是吧 其实通过在这个K线上面 也能够做到一些直观的一个反应 然后呢 这低市值的一般而言呢 他的这个集中度都会比较高 MIGO 0.36 MIGI 0.3 SC 0.37 然后M1W 它是0.36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在这一块 我们去发现下来 对吧 这个集中度 我们讲集中度 在这个0.36 M1W MORG APO 都是比较高的啊 这边你看两个表 也是能够蹲上的 对吧 然后呢 跟BOM 你看BOM这个币 现在洗盘洗的比较久啊 现在其实筹码是比较分散的 然后这个本来0.25% POP 6% 筹码也比较分散 筹码比较分散 但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单地指示币金额 还是有点过度超涨啊 这个币币 其实说好听一点 就是大部分人 好多人在上面应该是赚到钱 但后期在网上拉很多 就有点难 那有点难 因为他会伴随着很多人去这个 抛压获利出厂 然后呢 这边这庄我没有去看啊 庄我没有看 当然看这边能够看到 看庄的实力 他的庄的实力 现在不是特别强 大庄的实力不是特别强 好吧 这个是50名的一个占比 然后这个是对应的一个市值 就不说 然后的话 我们会还有一个指标 来看这个筹码的集中度 在这一个表当中 我看筹码的集中度 就是统计他的这个10 第10 第20 第30 一直到第100 然后看下来这个筹码集中度 分为三档 这一档 它是一个集中 然后这一档的话 它是市中 下面的话 它是分散 分散 其实就看他的一个量嘛 6%对吧 1.69% 那次这个逻辑 然后这边的话 我其实是用这个市值 市值除以50市值 市值除以50市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PP的市值是多少 现在比如说是这个37亿 他的50市值是786万 你看479 Turbo Turbo的是3.1亿 这边是40万 然后是767 相当于就是用这个代币本身的市值除以 它地步市民的一个金额 我们会发现 你看赛茨对吧 是最高的 所以赛茨的这个筹码分散比较厉害 比较分散 然后呢 波姆也是比较分散 对吧 所以单从这个点来讲 波姆非常好 但是区别在意 就是赛茨呢 它有强装 波姆呢 它没有强装 波姆没有强装 没有装 没有人啊 这个就不行 这个就不行 你懂吗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Turbo也是 所以单看这一点 就一个代币值不值得买 我个人会觉得它的一个10到100名 这个集中度啊 要不能过度集中 过度集中就会有大量的一个抛压 尤其在单地质持币金额过高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 我个人挑选下来比较好的代币 它都符合这个特征 但POPCAD你看360还可以 它至少比Morg 你要放在同一个猫系列当中去比 它会比Morg 会比这个MW要高 对吧 所以当这三个猫 你只能买一个猫的时候 你就应该可能选考虑一下POPCAD 然后当这个轻弯这里买一个的话 你这个APU跟Turbo相比 你可能就要考虑买Turbo 而不是APU OK 当Size跟奥迪相比 对吧 Size跟奥迪相比的话 你可能就要考虑这个Size 而不是Rats 对吧 也不是这个奥迪 大概这个其实是市值比除以50市值 市值除以50市值 我看的是它的一个筹码集中度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讲市值比除以50市值比 刚才是不是讲过这个地方 但还没讲过市值比除以50市值比 我是看这个庄的实力 但是这边我去更正一下叫中庄 其实看中间的一个环节 如果你把一个代币 你把一个代币想象成一个长方形 对吧 最上面最上面的部分是大庄 中间是中庄 下面是散户 你要看它的一个占比和构成 那这边因为我取得是50嘛 50市值 所以我觉得看得起更多能体现 10到100名的一个实力 集中度的一个情况 其实有点类似于这个 这个的集中度 这个的一个集中度 好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上一期的一个视频 这边说一下 就在我主页 这边就是上一期就是 然后的话 大家如果想要进我的付费社群 也可以在我的主页看到 然后呢 我们这个表示 是针对我们付费社群的小伙伴的一个内部资料 想要的小伙伴呢 就是到时候这个都会给到大家 OK 那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东西 那通过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是发现 就是比如说APU 它就是比较集中 APU比较集中 就是10到100 中庄 它的存款分散比较集中 你看是不是 印证上这边是 这边是3.87%嘛 然后的话我们看到Mog1.87也比较集中 是吧 M1W1.75 所以基本上发现 我说为什么还想给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表通过统计下来的一个数据 它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唯一的区别是 这边只是统计了一个50 这边呢 其实是抓取的是 10 20 30 40 50 到100 这边呢 可能更更 更接近真相一些吧 不然的话这边你看下来 其实就会发现APU是最高的 它的这个 集中度是最高的 但实际上在这边看下来的话 应该是M1W最高 Mog2 APU3 PP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作为一个标杆 来去做一个参考系 但至于像这个 Megos呢 这个你看这边 其实Megos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关于Megos的一个统计 这边没有Megos单看这个市值比除以50市值比 它其实会比较比较什么 50市值比 它会显示会比较大 你看23.39 对吧 那这个看上去就非常非常集中 这个数据有点过度异常 过度异常市值比是94倍 但是市值比 而不是市值比和它的这个市值比才4.4 正常应该在这边去做一下统计 可能能够看到的加钱是多少 好吧 反正就是这种能去印证一下 等回头我再去看一看吧 所以一般过度异常的 我就要去再次去求证 一般而言我觉得就是一二 对吧 零点几会比较合 你说23点几 它一定会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一个原因吧 不为人知的原因 因为它签 现在也没签得到地址 是由这边 备注的就是 这个叫什么 嗯 筹码分散对吧 高一一 高一一 这边 哎 这个是地址比啊 这边的话就是大 大一一就代表集中啊 大一一就代表集中 小一一就代表分散 你看特勃分散 popcat其实是有一点丢丢几种 有一丢丢几种 我们在这边也能够看到popcat 我给它标注的是市中嘛 市中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2.24 那它就地址比除于市值比 不对不对啊 是在这在这对吧 在这啊 然后是市值比除以50市值比 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这个 嗯 Miche APO 对吧 Mog都是比较集中的 popcat有点点啊 然后M1W也是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Size 应该是不集中的 我看在哪 Size Size 你看1.18 啊 这边就会 这边 0.53 0.53 你看0.53 0.53 对吧 我自己比较看中的 几个代币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吧 啊 大概就这样的 那市值太高了 增长空 这也是基本 选币的常识嘛 啊 单地质持币金额 不代表公司就强 也可能装加拉盘 然后呢 下面这些东西啊 对 大概是这么情况 两个表印证着来看一看 好吧 这就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啊 拜拜